今天的北台湾是非常热 在细止中午气温来到了36.4度 有四辆空车就这样停在路边 突然起火燃烧 而这些车都停在空地上 没有任何遮蔽物 消防员拉起水线赶紧灌就 迅速把火势给扑灭 至于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 不过警方也提醒了 其实在烈日之下 如果您的车上有放打火机 精油或是芳香剂等等 都很有可能会起火 或者释放眼镜镜片 瓶装水等等 因为会有聚光折射的关系 也很有可能会引发火势 提醒您多加留意 哈喽 我是林仙怡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